近日,西藏军区山南军分区在海拔4100米的某地域组织所属部队开展山地靶点战斗综合演练 全面检验部队火力打击和协同作战能力 随着两发红色信号弹升空,演练正式开始 战场侦察组迅速派出无人机进行战场侦察 各侦察要素渗透穿插,将敌方情况上报指挥所,实施传输战场态势 指挥所收到敌情后,稍加研判,立即发出进攻命令 各分队迅速向目标地域展开机动 同时,火力突击组对敌地堡进行火力突击 伴随火力组对敌阵地实施火力覆盖 摧毁敌表面攻势,掩护各分队行动 敌表面阵地被摧毁后,空勤又接踵而至 防空分队立即占领有力位置 对敌空中目标实施火力打击,区间敌空中力量 本次演练,我们紧贴实战,随机倒条,临机设置情况 这种高强度快节奏的实战化演练 能全面检验部队,遭遇突发情况时的快速反应能力 敌空中目标被击毁的同时 前沿突击组已占领敌前沿射击位置 利用手中单兵火器对敌前沿坚固目标实施精准火力打击 在多重武器的轮番攻击下,仅耗15分钟 敌前沿攻势就已完全瘫痪 在海拔4000米以上的高原地区 空气含氧量不足海平面的60% 官兵们全副武装,利用火力间隙 迅疾前沿,对敌前沿障碍实施爆破,开辟通路 此次演练没有预设脚本,战场情况瞬息万变 每个宁机特勤都需要我们各分队指挥员协同处置 通过演练,充分检验了我们时兵时打时战的能力 为下部年度训练指明了方向 开辟通路后,装甲突击组冲入敌前沿 利用车载火器消灭敌有生力量,迫使残敌向其纵身阵地撤离 随后,步兵冲击队利用装甲火力掩护开展行动 突破敌纵身,清造敌方残存力量 同时,狙击组对敌重要目标实施精准狙击 切断敌指挥通联 随着敌方指挥官被精准狙击 敌军士气随之衰减 我方舆论法理斗争与心理攻防分队趁机展开行动 战场喊话无人机及抛洒传单无人机接连升空 向敌方宣传我方政策,拨洒传单,进一步瓦解敌方斗志 随着步兵班组顺利夺战敌方要点 敌防御体系已被完全摧毁 各战斗单元就地转为防御,演练顺利完成 本次演练,我们采取全流程,全科目,全连贯的方式 灵活设置情况,机动考核部队 按照战斗进程,连贯组织实施 坚持以战领训 以训出战,全面检验了官兵高寒山地把点进攻能力 为下部随行边境管控任务,打下坚实基础 据了解,此次演练还对战场救护及战情保障等十余个科目进行了考核 十多个兵种贯穿其中 全面锤炼了部队官兵在战场临机条件下的协同作战能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